满族是清王朝的统治者,1644年随着清军入关,大批的满族人随之越过山海关,进入关内,据人口普查统计,满族是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有人口1038万,仅次于壮族,回族,居全国第三位,分布以辽宁和河北为最多,清朝灭亡,距禁已100多年过去了。 那身为皇族后裔的爱心觉罗族人都去了哪里?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根据满族姓氏的组成,爱心觉罗姓氏中,觉罗为姓,爱心是族名,爱心在满语中有金的意思。 觉罗在满语是首领之意,在女真语里是远方的意思,除爱心觉罗外,觉罗这一姓氏还有伊尔根觉罗,叔叔觉罗等分支,爱心觉罗这一支最后脱颖而出, 无非就是沾了努尔哈赤的光,为了彰显身份的特殊,爱心变为姓氏的一部分了。 后来清朝统治者将爱心觉罗氏分为宗氏和觉罗,已是血缘远近区别,将一些有公之臣赐姓为觉罗,十六世纪中叶。 爱心觉罗氏还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家族,自努尔哈赤建立后今起,到末代皇帝溥仪清朝灭亡旨。 清朝一共存在二百九十六年,近三百年里,清朝的皇帝们不知养育了多少后代,他们的子孙也拥有三妻四妾,有学者估算。 到宣统年间,爱心觉罗家族总人数不会低于四十万,既然一百多年前,爱心觉罗家族总人数已经超过四十万人,后又经过百余年的繁衍生息。 那为何现在社会上很少遇到有爱心觉罗姓的人? 其实,清朝灭亡以后,爱心觉罗氏人见大势已去,怕被秋后算账,只好隐姓埋名流亡各地,为了低调做人,爱心觉罗姓后裔多数改成了金、赵姓。 也有一些人改成了其他汉姓,例如大叔法家启公,就很少对别人提起自己的家族往事,也有极个别以皇族身份为荣的,例如女画家爱心觉罗,玉居,玉居是道光皇帝与子秦亲王之曾孙女,父亲是著名画家爱心觉罗,朴左,他早已将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改为玉子威,因为名字的缘故,玉居海语,环珠格格,剧组闹过纠纷,21世纪的今天,许多爱心觉罗族人,开始更名改善。 改回了原本的爱心觉罗姓氏,已是自己蜀清宫后人,对于咱们普通人而言。 没必要用一些异样眼光看待这些清朝皇室后裔,根据2003年云南大学对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研究,最终发现辽宁东部一座山村里发现了清代皇室后裔的巨居寸。 清军之所以能入关,是有着多方面因素的,如果李自成没有打进北京,清军入不了关,如果李自成不和吴三桂交恶,清军或许也入不了关,如果吴三桂不打开山海关的大门,清军还是入不了关,但是历史就是这般巧妙,清军在多尔滚的统治下还是入了关,随后对各方割据政权逐个急迫。 最终完成了一统大业,不得不说,有的时候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没入关之前和刚刚入关的清军都是有着很强大战斗力的,未入关之前他们征服朝鲜,入关后大败个陆诸侯,到了康熙的时候还能打败强大的戈尔丹,乾隆年间又收复了新疆,可是到了后期战斗力就开始急转直下,其实之所以减弱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天下已经安定了,所以不再考虑上进, 并且严重的固不自封,因此清朝开始江河日下了,自道光年间起,清朝就开始有了外患。 那时的清朝已经没有能力给那些数量庞大的世家子弟足够响吟了,因此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长时间的不劳而获,已经让这些皇族宗亲早就忘了,怎么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去赚钱了, 尤其一些没落的贵族子弟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不愿意外出赚钱,就是饿着,也要维持自己那点可悲的尊严,最后死相凄惨的大友人在,还有一部分人则家业泼风,靠着祖业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钱总会有花光的时候,没钱了以后,这些落魄贵族就会把先人留下的字画。 拿出去卖钱,他们经过百年的联姻,各世家贵族已经是盘根错节,还和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他们手中有不少珍贵的文物,没钱花就索性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卖了,众所周知,文物在国内外都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所以凭借这个,他们还是能收获一笔钱财。 而这些人都是一些没有耻辱心的皇族成员,也不全是这样,还有一些皇族是有些想法的,那个时候国家积贫积弱,他们都见到了洋人是怎么欺负大清朝的子民的,有些人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国外学习知识,不得不说,这部分人的结局大多都还是不错的,回国后也都有一定的建树,或许他们的老祖宗看到,大部分后人在他们入关后如此不上进,也会心生怒火吧。 随着清王朝逐渐腐朽,他们的丧钟也敲响了,那些落魄的皇族子弟连最后一丝尊严也难存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清朝最后一任皇帝溥仪离开了地位,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被推翻了。 针对这个村落,调查人员发现这些村民们深受清代皇室基因遗传与传统礼仪的影响。 因为在人的外表基因遗传,最起作用的就是相貌相似,调查组当年进村之前,当地乡政府专门为工作人员安排午宴,同时与该村村委会人员见面,衔接工作。 调查组及其他人员见到该村村委会主任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他的眉宇之间酷似画像上的努尔哈赤。 原来,调查组人员对于在史书上看到的清代帝王画像总是持怀疑态度,来到这一村落后便不再有所怀疑,亲身体验到了基因遗传的历史记载作用。 云南大学在这一村落进行了血氧收集工作。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基因库,除了样貌相似之外,该村村民十分注重家庭伦理的礼仪,仍流传着其人礼大的说法。 比如每家每户都会用九个蝶位供奉祖先,排列顺序不混乱,平日家中吃饭,儿媳妇和晚辈不能与老人同桌,事先由儿媳妇摆台,老人在南抗吃饭,大伯哥不能看见弟媳妇的脚。 儿媳妇对公婆要三天一小礼,七天一大礼,为出嫁的姑娘占有占样,坐有坐样,坐在炕上,腰板要挺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不能东倒西歪,笑不露齿。 当然,这个村子的人还重视文化教育,每个孩子幼年都要系统地学习三字经,百家姓,拎调查组在该村落感受到了较为浓厚的满足传统习俗。 据该村村民介绍,如今,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满足居住,八旗后人主要分布于河北省的成德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和宗化市以及宝定的一线。 爱新觉罗的直系后人主要生活在关外,也就是东北三省和北京、河北等地,除重大典礼活动外,族人之间几乎不主动联系。 因此,满足是中国少数民族中形成较晚的一个民族。 从满这一民族名称出现至今不过三百多年的时间,然而,满足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不仅很快建立了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的民族政权, 还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满足带有传奇色彩的发展历程和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兴衰胜败, 使这一民族及其文化现象成了研究者历久不衰的关注热点和研究对象,以至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满学。 如今56个民族早就亲为一家,彼此不分你我生活在和平年代。 每个民族的同胞都要为了努力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切不可再想回到过去,自视血统和出身而谋取特权。 清王朝覆灭以后,那些八旗子弟也化作鸟受散了,但是还有一些人贼心不死,既希望于大清有朝一日再次复国。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找到了溥仪,这些遗老遗少以为机会来了,都跟着溥仪跑去了长春,在那个维满洲帝国,他们再次做起了恢复昔日荣光的美梦,但这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维满洲国是日本为了侵占中国东北,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这些清朝皇族包括溥仪自己,也只是任人摆布的玩偶而已。 他们对当地的百姓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一些有良知的皇室宗亲实在看不惯这种行为,就离开了维满洲国,溥仪没有阻止那些离开的人,因为他也看明白了,日本人根本不会给他任何尊重,他只是一个签字的机器而已,背后主政的都是日本人,溥仪也想逃离,但是他的自由被牢牢控制着,哪都去不了,至于那些腐朽的遗老遗伤,他们还是期望着奇迹能够出现, 只要溥仪还在皇帝的位置上继续坐着,那最起码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是能保障的,对于他们来说,尊严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溥仪带着一部分人去长春后,还有一些皇室成员并没有跟随而去,他们有些留在北京,有一些去了别的地方,不过很多人都改了名字, 毕竟他们昔日也没少做搜刮百姓的事情,此时大清这个大靠山倒了,他们自然也是怕被复仇的,这些散步于全国各地的皇室宗亲,有的拉起了黄包车,有的则选择了经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选择经商的人越来越多,而在那个年代 选择经商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一些落后的旧礼教还没有被彻底清楚,经商是被人鄙视的,有些人宁愿饿死,也不愿去经商,可想而知,当时有多么的看不起商人,但随着经商的皇族后裔生活越来越好,许多人都去投奔他们,因为要想活下去,就一定要吃饱饭,而经商可以满足他们吃饱饭的要求,后来,这些人也混出了一定的名堂,当时那些没有跟着溥仪走的人,尽数都选择了 经商,时至今日,还有很多清朝皇室后人,活跃在商业一线,清朝已沉过去,如今的生活是平等自由的,各行各业欣欣欣向荣,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时代的一切,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